人银夏至 养皮去湿 公历2022年6月21日17点13分 太阳到达黄金90度 我们居住的北半球进入夏至节气 客尊限度超本讲 日常之至日营短至 故曰夏至 夏至这天 太阳直射点几乎直射北回归线 为北半球的白天最长的一天 夏至日之后 太阳直射点开始向南移动 北半球的白天慢慢变短 夜晚逐渐增长 即夏至为一年阴之时 人银年中运木运太过 绍阳向火思天 夏至到大暑一个月 仍在三支气中 主气客气均为绍阳向火 期间人银三运的主运客运均为太公 火气与土运均太过 木生火火生土 三者相得益彰 火热与湿土相互交替 天气晴朗时 火气彰显体感炎热 天气阴雨时 土湿明显体感湿凉 夏至饮食起居建议如下 一 饮食必凉 寿氏宝园中说 夏日福音在内 暖食游移 炎热之下 人亦错觉 以凉屈热 却不知火明则空之理 热向外发散 中焦脾胃空虚 寒凉亦成虚而入 所以古人讲 冬吃萝卜 夏吃姜 热食 非但不吃寒凉之物 反而一在 卯食至有出之前 饮姜茶 保护脾胃气 若脾胃仍然寒凉不适 又想吃辣 可以适量吃辣椒 白胡椒 驱赶寒凉 醒脾暖胃 若乏力倦带 或伴有气短 可以于胃身二时 食用少许人参 补下胶的小肠气和膀胱气 如果身食怕凉 应该饮食少许温热性食材 令膀胱经充实 利于有出阳转阴的收藏 否则 过时生冷食物 不仅伤脾至水施停运 加之 人淫下至 过胜土气 可乘渗水 使膀胱气化不利 亦致人小便不利或水肿 脾胃论云 内伤脾胃 百病犹生 建议吃水果时 根据自身脾胃的承受能力 将水果榨汁煮开饮等等 这是避免夏天中空伤害脾胃的万全之策 二 少食胃蛋 精养 少食补气 胃蛋补气 饮食适量 可以将食物转化为气 过量食物 不仅耗气 而且化为腐败 伤害脏腐 酸 苦 甜 辣 咸 五味 太过 称之为胃厚 可致人细胞脱水 或者 罚克脏腐 不可取 脾胃偏弱者 阳气不足者 建议饮食量相对减少 进食完毕 无困倦乏力之感 此餐饮食量合适 进食过程中 如果吃得兴起 还想再吃一碗食 戛然而止 此时 此餐饮食量合适 对于饮食量 已经偏大的人 建议午餐吃饱 早餐和晚餐 适当减量 如果之前饮食量过大 腹中饥食 偶尔早餐或晚餐 也可以暂停 给肠胃 留缓冲的余地 三 花椒去鞋 人银下至 木火土盛 阳气发散 素体虚寒 阳气不足者 更易感受风 湿寒等邪气 应及时去鞋于外 避免关门流寇 花椒性热 味心 所蕴藏的阳气 可通畅身心 芳香化灼 驱风造失 花椒 以道地的穿花椒 大红袍为罪 感受风湿寒邪 入侵者 将花椒 对准不适之处 固定于贴身衣服内 依靠花椒 新温正气 驱散邪气 改善气血循环 不适之症消失 即可取下 再不是 再用 四 日茶三汗 人银下至 湿热相交 阳气发散 亦受湿气困扰 体感闷热时 建议茶洗百卖 每日银食 四食 有食 三次茶酒 啄随汗出 内外通透 身心清爽 茶酒 尽量用 无浓药 化肥 激素 抗生素等污染的 真正的有机茶 茶如 剂碱尾 自身清净 方可驱除污垢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 饮茶 茶净 心净 血清 方为茶道 不经意间 夏至悄然而至 每年夏至的节气 令人惆怅 夏至这一天 太阳直射点 到达北回归线 是北半球一年之中 阳气鼎盛之时 可是物极必反 从这一刻起 太阳直射点 转头向南回归线运行 是北半球一年 阴气的开始 再过一个半月 北半球 进入秋季 也可以说 人寅年 留给我们夏日的时光 仅有一个半月了 夏应新 夏火生脾胃土 脾胃 为后天之本 筒血 煮肉 煮运化 煮行水等 抓紧仅剩下的 一个半月夏日时光 养心 养护后天之本 分分秒秒 贵重如金 皇帝内经 素问 四气条神大论讲道 夏三月时 有句话叫做 无燕于日 这句话时为天机 讲的是对于夏天炎热的心态 亲近夏天 喜欢阳光 将自己作为陶瓷 置于下火中烧至 方有精美出炉 祝愿时令养生人 夏日收获丰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